看看新闻网 如今的亲子类节目呢 可以说是带红了一批又一批的萌娃 明星父母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钩 可随之而来的问题呢 也就出现了 最近啊 这贾乃亮就带着女儿甜心参加了一档亲子节目 除了早前因为女儿的长相备受争议之外呢 这一次就连贾乃亮亮的老妈也是牵涉其中 对此啊 咱们的李小璐 诶 确实有话要说 看一下 多吃的 这个身穿蓝色家居服和贾乃亮甜心告别的 正是李小璐的婆婆 在最近一期亲子节目当中 婆婆无意间的这句嘱咐引发外界热议 不少人认为这看似关心的话语 其实是婆婆对儿媳李小璐的暗讽 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 我怀孕的时候 婆婆天天给我做好多好吃的 然后她就说你多吃点多吃点 我每次都妈我吃到够多的了 她总是担心我吃不饱 就是就像真的我婆婆对我就像比对她儿子还要关心 话说这当天李小璐现身上海为新书《倾诉李小璐好印40周》宣传 在她心目当中 对自己疼爱有家的婆婆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 我就像现在想有两个妈妈一样 家庭成员的曝光除了对李小璐自身造成一些困扰 女儿也一度被卷入风波 随着亲子节目的播出越来越多的观众喜欢上了个性可爱的小甜心 但在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小妮子也曾经因为长相遭到过一些口水 林小璐打算在节目录制结束之后让女儿甜心远离聚光灯 坐回那个不受外界打扰的小女孩 新闻再见上海采访报道